上周五,香港结束了2018妈妈的最后一场颁奖礼 作为全韩最奴隶国际化的音乐颁奖礼 逐年递增的101个奖项 使得妈妈的权威性被进一步稀释 人际口碑双收的获奖者其实并不差这一座 分别被大众、业内、海外认可的艺人 也有更垂直细翻的奖项认可 艺人比拼业务的战场逐渐变成了粉丝争口气的舞台 当然妈妈并不具唯一性 只是因其体量和IP价值 使得这一问题集中体现 然而也并不能用简单的本末倒置来概括 毕竟当下整个包括偶像演员在内的偶像市场 双相互补是短时无法颠覆的模式 生存是一场学会讨喜技能的修炼 如果把妈妈视作一场集合韩国电视界最优资源的盛大的晚会来看 你能轻松的获得非常愉悦的观看体验 往期总有清觉的节目台标题档 那么满足大家 以下就用标题档的方式简单盘一下纪念的妈妈 标题 妈妈坚线人间粉滑艇 敢于在直播舞台上滑水的歌手大抵有很多 但当众滑水却引来无数盛赞的全韩恐怕只此一位了 或许是下半年急速窜红 令这位歌手急速膨胀 在妈妈香港场现场配备101号半舞加莫莫兰客串的情况下 这位歌手占据C位却跳得一塌糊涂 同手同脚独自一人反方向 好好的一首歌被他跳成这样 观众则纷纷叫好 他的粉丝更是欣慰的说 这把没忘词甚好甚好 一边滑水一边唱着韩国黑泡玩犊子了 完事之后一本满足的和防弹合影 被从中来的粉丝表示 呜呜呜呜 除了扫粉头套之外 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妈咪手了 你看你看他的手套都相钻了 翻不起啦